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奇妍 今天我读狐狸和乌鸦的第三个故事 这一天,狐狸从外面回来 看见乌鸦又叼着一块肉站在树枝上 狐狸马上高声叫道 你好啊,亲爱的乌鸦 你已经送了两块肉给我吃 我真不知道怎样谢谢你才好 你可真是天下最好心的乌鸦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 不作声 狐狸接着又说 你也是最有办法的乌鸦 你又会唱歌 又会找肉 你能不能把找肉的办法告诉我 狐狸站在窝旁边还是不说话 狐狸一极乐说 你怎么老是不说话 我可最喜欢爱说话的乌鸦 最不喜欢不说话的乌鸦 告诉我最亲爱的乌鸦 你最喜欢什么 我最不喜欢什么 乌鸦一口把肉吃进肚里 王后对着狐狐狸大声说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 我最喜欢吃肉 最不喜欢这只狐狐狸 最不喜欢你 这只狐狸